HELLO 大家好 緊接上上次那條近月最愛化妝品 今次就是護膚品篇 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上回我平時講護膚品的步驟 首先講一些卸妝產品 這個是花印的卸妝水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次和Swen一起拍的night time skin care routine 就會看到它是用這一支卸妝的 首先它的成分也不錯 沒有香料、沒有色素、沒有酒精 所以敏感肌也可以用 最近如果我是要貪方便 不用油、也不用用啫喱去射全面的妝 我都會選擇用它 它就可以射到所有面上的彩妝 眼妝、眼影、眼線都可以落到 只是落不到睫毛膏 射完妝的感覺是非常保濕 就好像塗了一層很薄的爽膚水在面上 但它不會有很滋潤的東西在你的臉上 所以如果你也是懶豬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來試一下 它在SASA、WATSON、LOCK ON都可以買 價錢非常便宜 好像是$100、$99、$200 對,CP值超高 洗面產品有兩樣想推介 首先說這個3PLUS 這個我在日本買 但它這個品牌近來都好像進來香港 如果知道哪裡都可以買的 我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因為這支洗面膏我覺得超級好用 用完它洗面之後 一點都不乾 我用了一個星期之後 然後臉突然畫了很多 這兩邊真的好像剝殼雞蛋那種皮膚 喜歡用洗面膏的人 是不是都很喜歡洗完 好像有一點絕手 讓你感覺到乾淨的那種 這個就是那種感覺 但同時它這款是非常保濕 所以我之後應該會一直回購 這是我最近試過最喜歡的洗面膏 看到它的包裝好像很刺層相色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 Pair暗瘡膏 這就是同系列的洗面膏 這支我不會說每天用 我通常感覺到自己 就快離M那一刻 就開始用它每天洗面 平時我這些乾淨皮膚 是完全一粒瘡都不生 但離M之前通常都會爆一至兩粒大的 但自從我逢離M的時候 就連那一粒M瘡都沒有關掉 如果只是平時用它的話 它是一個不過不塞的洗面膏 但我覺得它對我的M瘡是真的挺有用的 這個我應該會繼續回購它 但我還未搞清楚 香港究竟有沒有可以買它 如果沒有的話 我應該會托朋友在日本那邊買 之後就講一下爽膚水 其實它就是MTM其中一個系列 你看到我用了這麼多 其實已經用了兩至三個月 它的質地跟水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無印那一款的化妝水 那就是這個質地 跟蒸餾水你摸上去真的沒有分別 不會有一種很油 或者黏黏黏黏的感覺 完全沒有 但在這個茶道上 就比無印那一款再保濕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在找一些偏保濕型的化妝水 但要它很快吸收 很清爽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這支MTM 另外呢 就想說它這個同系列的cream 這個cream是我最最愛 它已經超越了Kiehl's之前說的保濕cream 因為Kiehl's那個 其實它摸上去 也是有少少油的質地 我自己是塗到油 也是喜歡油的人 但我都明白油這種東西 未必是每個人接受到 但是這個cream 跟Kiehl's那個比 是再滋潤保濕多一點 但是它是完全不油膩的 我是從冬天開始一直用它 那時候就是想 這麼滋潤的cream 應該春夏都塗不到 所以快快點想塗完它 誰知原來用到現在這一刻 出片的這一刻 我還是覺得它是OK的 只要用量是比冬天的時候 減低一點點的話 其實我春夏天都可以用到它 所以如果你是超級沙漠乾肌的話 就可以去試試這款cream 另外最近很喜歡的 就是Dr.Wu這個Body酸精華 其實它的成分很單一 做到的效果都只是保濕的 但是因為我最近在塗維他命C的精華 它就說最好不要跟其他效果 很厲害的精華混在一起塗 維他命C的主要是去印 收毛孔那些 但是它就沒有保濕功效的 所以保濕方面我就是靠它 它的質地是非常清爽 很快吸收 但是做到保濕的功效 如果你塗護膚品 都會搭幾種不同效果的精華去用 我覺得這款是八搭的 它算是清爽型的保濕產品 所以我覺得春夏天中性至乾淨的人 都應該很喜歡這一款 之後就跟大家分享一個清潔面膜 這個就是Glam Glow的白色眼睛 之前我用過黑色眼睛 但我覺得裡面的粒粒實在太粗 我當時洗臉覺得有點痛 所以我後來買了這個白色眼睛 裡面是沒有粒粒的 所以做不到磨砂的感覺 但是這個清潔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它是可以幫我敷走的暗粒 黑色眼睛的話我就不靠它 我會用回DMC的黑色眼睛 但是我記得我第一晚用它的時候 有幾粒塵黏色了 死都知道不用暗粒 那晚洗完涼敷完之後就馬上走了 我覺得是超級神奇 而且我覺得它做普通一個星期一次的 面部大吸塵的話 就非常方便 雖然它的價錢 真的比我其他面膜都貴一點 但是因為它做到這個功效 我覺得大家都值得去試一下這一款 最後一件東西 就算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一個素環的蜜粉 這個樣子 其實你走開日本的藥妝店 應該都不會很陌生 裡面是這樣的白色的粉 最初我買回來 純粹覺得它很香 還有可以做到一點點定妝 但又不會弄到你的臉太乾 但是最近我就忘記看哪個youtube 就說原來你塗完你的sleeping mask 然後再放這個上去 就完全臉乾乾爽爽 所以我可以直接去睡覺 不用再等sleeping mask吸收 當然我記得不用卸妝的蜜粉 其實還有很多款 如果你們家裡也有硬件東西 放下它的話 我建議你們也可以用這個用法 今天護膚品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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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